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第一 那个 昨天晚上 想让各位有很多同学很着急啊 因为那个YU Plus 大家上网有些困难 好 我必须要说明啊 我也 我其实也在SEBA的那个讨论区 我也 做了一些说明 就是说 其实这第一次的这个习题啊 我是做一个check 我还check一下这个系统 我其实我上回也说过 也因此我只出了一个题目 同时我出了一个题目的时候 我有点意外 因为我当初以为 他就是课本上面那个4.23 那个题目一模一样 结果我没有想到他从L后面 他把那个题目改了 所以就变成后面有一点点 我还没教的部分啊 他都把它弄上去 不过很 索性呢 我知道各位都很努力的 可能有去翻阅一下课本 所以很多同学都可以 全部这15个题目都可以答对 很不错 但是有一些同学啊 他答不是很好 我发现可能是 在这个软体运用上面 在绘图的软体运用上面 他有一点点的困难 同时我发现有很多同学啊 他本来应该是6个碳 他画了7个碳 我这个研究的结果 我认为各位可能 不太熟悉 就是说 你可能这样一画 你就以为这是2个碳 因为你画了2个磅 但是实际上我说过 你这样子的一个表示法 这是一个碳 这是两个碳 这是三个碳 实际上是 一个propane 而不是一个fn 我怀疑可能很多同学 他多了一个car 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所以反正应该是 Hexan 就会画成一个heptane 多了一个碳 所以这个部分 或许在考试的时候 可能要注意一下 绘图软体 其实现在变得很重要 因为有很多 跟化学相关的data bank 它其实都可以做到这个能力 就是用你画出来这个图形去search 去fit这个structure 那这不是说只是刚好 就是一模一样 你画出来这个结构 它可以fit 它甚至于可以在一个大的结构 一个复杂的结构里面 去找出某一个小的结构 叫做substructure 所以这样子一个功能就不得了 它就可以帮你在这个资料库里面 搜寻到很多 含有这个局部结构的东西的化合物 那可能是你会有兴趣的部分 所以我想各位 我可以说从现在开始 各位学习 其实已经进入一个数位的一个时代 各位必须要去学习使用 那么当然各位有一些这个 如何你的电脑环境 如何去fit它的那个环境 这一些困难 这可能你必须要去想办法解决 因为我基本上认为 那个YV Plus 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工具 但你没有那也没办法 好不好 比如说你没有买书 你就不能去要求书商一定要给你一个pass 说你可以进去用这个YV Plus 你一定要买了书才有账号 买了书你那个账号 你进不去那你一定要去反映 对不对 那事关你的权利你也花了上千块 去买了这样一本书 结果你不能运用这样的有兰体 那是很可惜的事情 不应该的事情 好不好 所以第一不要紧张 那个分数 我只是给各位一点点压力 时间给各位一点压力 这样的话你看 你就被我压着去用那个系统 然后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好不好 我实际上也放上去另外一个ymt2的一个习题 那个习题 我的设定是 你可以看到答案的 所以 那你 我好像没有把它算分 所以 就是你可以去用 你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学习机会 我可以用这个东西来 来check一下我 我学的时候 我学的怎么样 好不好 但是它那个地方它有个button 叫做answer 你就要去每个地方就要点一下那个answer 你即使没有回答 那个answer都会跳出来 好不好 所以这是你的那个使用 但另外我在赛报上还是会 在礼拜五 习题讲解 那个曹一文 习题讲解 完了之后 我会叫他把那个习题解答上网 好不好 让大家来参考 所以你有不同的学习管道 另外 有一件事情 我要特别说明一下 就是在那个 Newman Projection 的画法上面 我 上一回 我没有特别说明的 就是 就是如果我们拿这一个staggered form 来做一个例子 大家知道 这个structure它对应的 它对应的是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soul horse的structure 那么你的眼睛是放在这个地方 来 看过去 那你会看到 这个地方 你画了一个圆圈圈 代表的是前面那个碳 也就是这个碳 那么 你这样看过去之后 你知道前面的碳是遮住后面的碳 所以它只画了一个圆圈圈 对不对 就是一个圆球 代表的是前面的一个carbon 后面的carbon是被遮住的 现在你看到前面这个carbon上面连了三个hydrogen 所以这个hydrogen是从这个中心画出去的 但是后面那一个carbon上面也有三个CH1 但是你要注意它这个画法是这样子 这里是没有画实的 是直接从这个地方伸出来 因为是后面是被遮住的 所以这样就凸显出来一个前后的距离的感觉 我在过去考试的时候 常常就发现有些同学他是这样画的 就完全我不知道你在画什么东西 好不好 所以这就是一个错误的做法 那我希望这次的考试 我们不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谈到考试这个很敏感的问题呢 大家知道12月12号马上又有一次的期中考 OK 又有一次的期中考 那期中考的这一个范围 我已经放在Cyber上面 包括了动力学的部分 包括了现在教的第四章 以及下面一个我下礼拜会教完的第五章 好不好 时间很紧迫 然后大家必须要主动学习一点 好不好 所以这就是这样 OK 那么所以现在让我们 回来继续看我们上次 上次讨论的课题 OK 哎呀 我们最后那个灯又没有亮 那个常语 后面那排灯帮我们再过来控制一下 好 我们上回提到这一个Cyclopropane 那课后有很多同学来跟我讨论 你们听不太懂我谈的hybridization的问题 那么 我觉得口说还不如用手写 也因此 情商网的同学就会发现我在Cyber上面 我放上去一个用文字说明的方式 但是我希望那样能够比较了解 好不好 所以既然这个方法我写 我现在也就不特别的再去做说明 除非说你看不懂我讲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我们还是可以来继续讨论好不好 但是在课后 上上课我没有特别谈到的就是 各位回来看一看这一个 这个banana bond的部分 这个banana bond 这个banana bond banana bond 大家知道 我上次说明了 就是说因为它的strain的关系 所以它的orbital 实际上跟一个普通的正常的sigma bonding 有一点点的差别 就是它被突出去了 因为这个strain的问题 当它突出去的时候 如果各位知道 如果突得很极端到啪 就变成这样子 就变成是什么 是一个pi的bonding 在描述pi的bonding的时候我怎么讲 我说这个pi的bonding 因为它是在外方的 核在这里 pure orbital是这样子 所以那些电子云 是以核 两个核的中心拉条线 是在那两条线的两边 我说过 它是比较曝露的 比较曝露的 那么比较能够跟别人去作用 跟那些比较喜欢电子的 这些化合物来作用 所以它的活性是比较高的 这些pi的这个间接是比较容易断裂的 所以现在回到 把这个观念 拉回到cyclopropane的这个结构 你看看 现在因为它是一个banana bond的一个结构 它 你可以看到 这个电子云也是比较向外裸露的 也因此呢 可以预期 它的活性也是会变得比较高的 所以它的这个 它算是一个sigma bonding 但是呢它的活性跟一个普通的一个 丸类的 探探的sigma bonding 那个活性有一点不太一样 当然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它的活性的来源 也可以说是因为它有很大的strength 任何一个化学的反应 能够把它的这一个cyclopropane的ring 打开来的话 都可以削减它的这些angle strain 跟torsional的strain 但是不要忘了 当我们在谈说 它打开来了 它变得比较stable了 这其实是一个热力学的问题 这是一个热力学的问题 它可不可以打开 很多时候它会是一个 它的化学反应 很多时候它还是要看 它是一个动力学的问题 它比较曝露出来 这是一个一见钟情的事情 这是一个kinetics process 但是地老天荒 那是一个热力学的问题 那要长长久久 那是一个热力学的问题 所以不能把这两个东西混为一谈 混为一谈 那么所以动力学 那么当你比较曝露的时候 它反应性会比较高一点 从这个角度来看 可能会比较适当一点 但是我们在后面 也会从一个热力的一个角度 从这个稳定度 产物的稳定度的角度 来推测它的活性 这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我们谈到后面 会对这样的一个概念 比较清楚 好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 cyclobutane cyclobutane这个化物 如果它是一个planar 如果 这个if 注意 if planar 那么它就会是这样的一个架构 这样的一个架构 那很明显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上面有四对CH 面对着CH 下面有四个 合计起来现在有八个 在cyclobutane 所以有六对对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 它有非常严重的severe 非常严重的tortional的strain tortional的strain 但是除此之外 这个 OK 好 这个图形就是从 这个Numann projection 的一个角度 你从这个侧边 你看过去之后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样子的一个eclipse的 一个 严重性 让我们关一下门 好 另外 当它是一个planar的时候 它有一个问题就是 它的角度很明显的 大家知道一个正方形吗 角度是90度 离我们的大同世界理想 109.5 SP3 hybridization 而言 它仍然具有非常严重的angle strength 虽然 它跟那个cyclopropane 来做个比对的话 那个是60度 那更糟糕 这个稍微好一点 但是没有好到哪里去 但是很幸运的 这个化骨 你知道 它有四个carbon 三个carbon 它是没有办法 不在一个平面之上 但是四个carbon 它其实就可以做一些扭曲 所以我们来看看 这个分子它的相对的一个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它其实是会采取一个叫做twist 的一个confirmation 就是twist 掉 怎么twist呢 它就要透过一些单件单件的扭转 比如说 比如说 以这个 右上角的这个结构 为一个基准 来看 这个位置 跟后面那个carbon 被遮住的carbon 这个carbon carbon 棒 你如果做一个转动 把那个carbon carbon 做一个转动 我现在转的是前面 大家就看到我后面没动 这个部分没有动 但是我前面的这个部分 前面这个部分 前面这个球的这个部分 我转了一下 所以这个键就转到 偏到上面来 意思也就是说 这个 这一边呢 就被翘起来了 对不对 那你也就是说 你在这个地方一转的时候 这个棒也要势必 做了一个相对的一个变化 那整个东西看起来就像这样子 就翘起来 就翘起来 所以这样翘起来的一个改变就是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就 这个CH跟CH之间呢 就错开来了 原来一个eclipse的conformation 就可以比较偏向这个stagger 就错开来了 它就让tortional的strain 得到了一些消极 但是各位知道 原来 平平的一个东西 中间的那个夹角 现在几乎就是 这个 一个很大的一个角 对不对 大家知道 你这边一翻起来的时候 你看这中间的这个 这个角 这个夹角对不对 就变小了 对不对 所以大家知道 当你做了一个这个 把这个东西这样子 翻折一下的时候 这中间的这个角度 这个地方的角度 你可以明显的看到 就变得比较小 所以实际上 如果从一个angle strain的角度来看 它其实变高了 所以这是一个这个 一个这个 这个 一个 一个 这个 很笨 所以你做这样一个扭转 这样一个twist 你的tortional strength relief relief就是这个消极了 但是呢 你的angle 从90度变成88度 你其实 牺牺牲了 sacrifice 牺牲了这个angle strength 你牺牲了这个angle strength 你牺牲了这个angle strength 所以这是最后两个 要一正一负 你最后要找到一个最低点 大家看 大家知道 要找到一个free energy 最低的一个位置 那会是它最stable的一个 structure 所以在cyclobutane 它基本上还是这种twist的一个结构 会是比较好一点的 好 我们来看看cyclobutane cyclobutane 是一个很有趣的结构 你如果是一个平面的结构的话 它的角度是多少 108 离109.5 差距非常非常的小 所以 我们大概可以说 它没有什么太多的angle strength 这是说 如果它是完全平的的话 但是它知道 虽然它非常少的angle strength 但是 当它是平的时候 你知道 你上天就开始有五对 CH CH 对不对 这个eclipse 下面有五个合计起来 就变十个了 所以它就会有非常严重的 非常严重的在于非常severe torsional的存在 所以实际上就跟刚刚我们看 那个cyclobutane的这个 运作方式一样 它就把 它可以把 一个 一边 一个脚 一个卡尔玛把它撬起来 透过一些单键的旋转 就变成现在这样的一个结构 这个结构看起来像什么 你要有一点点的想象力 它就看起来像 一封信 一个信封 叫envelope 那个 这边就是要 翻过来贴上去的 运用一点想象力 你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envelope 的conformation envelope conformation 好 但是呢 这个envelope 的conformation 大家要了解说 你看这个地方 对不对 它还是有torsional strain 因为它还是有eclipse的问题 这个部分因为它 它转了这个棒 转了这个棒 所以 这个相对的 这边相对的 跟这里相对的 它的torsional strain relief掉 但是它sacrifice了一些 小小力点的angle strain 但是最好呢 就是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就是做一个half chair的一个 变成这样子的half chair的conformation 这个half chair它是这样子 你想象 你一只手抓的这个棒 另外一只手抓的这个棒 这样抓好 然后呢 你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做这样子的一个扭转 大家知道意思吗 一个往下转 一个往上 做这样子 就是原来这样平平的 现在做这样子的一个扭动 因为这样子一扭动的话 它又把这个部分 基本上就在转这个棒 转这个棒 你就把这个棒 两边的那个torsional strain 也变小了 OK 所以它twist掉了一点点 它就可以 又变得比较stable一点 这是half chair的一个conformation 这是half chair的conformation so 或许这个 我们可以用一个 用一个model来看一下 你这个 一个cyclopentene Cyclopentene 当它是一个平的结构的时候 这是一个平的结构 一个平的结构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 这个 这些torsional strain 这个torsional strain的存在 但是呢 我现在 把一个角 翘起来 OK 当它翘起来的时候 各位从 从这边来看 你看 是不是错开来 这边 这个部分就错开 这个部分错开 但是 你从 你从这边来看 因为现在这个部分 仍然是平的 所以在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它仍然是一个 Eclipse的一个状态 仍然是一个 Eclipse的一个状态 所以现在 这是翘起来的对不对 我相对地做一个 这样子一个动作 这样扭一下 这样 or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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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看到 尤其注意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错开 或者是这边 注意 好不好 再慢一点的动作 好不好 所以 这是 Cyclopentine 它的 它可以做的一些事情 那么 但是 这些 conformers 这些conformers 那么相互之间的 那个energy barrier 差异没有那么大 差异不是那么大 所以呢 实际上它发生的事情 就是一下这边跳起来 然后就翻下去 然后另外一边又翘起来 它就有点像嘛 大家如果去看那个棒球 在那个运动场里面 大家可能会玩一种游戏 OK 他可能会玩一种游戏 有一区的观众突然站了起来 然后坐下去 另外一边人又站起来 又站下去 你远远的看得怎么样 就好像那些人在打圈圈 那边就看到有个波浪 对不对 从这边转过来 转过去 但是那些人在跑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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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 现在 Cycle 你就要想像回到 你从这个 这个 这个运动场 回到这个molecule上面来看 它其实就会做 类似像这样的事情 一边翘起来 下去 另外一边又翘起来 看起来好像它在转动 但实际上它并不是在转动 所以它有一个叫做 pseudo rotation 的一种状况 文化学家会这样子来描述 大家知道 sudo 有一个假的意思 就是一个假性的一个旋转 然后就是很有意思的 你现在来看 这些molecule 它一些dynamics OK 好 现在来看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叫Cyclohexane Alright Cyclohexane 是一个非常有趣的molecule 因为大家知道 它跟一个 strait chain 一个没有 cyclized 不是cyclic的一个 一个alcane 它在这个energy上 没有任何差别 不会因为它缓起来了 所以它能量上升 好 原因则 它特别的稳定 它有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conformation 我们叫它叫做chair form 一个乙式的结构 一个乙式的结构 那么这个乙式的结构 是这样子 你可以看到这个 你说它乙式嘛 我会说它是一个很舒服的躺椅 想像蔡月明躺在这个上面 很舒服的感觉 好不好 是一个躺椅 一个chair form 一个chair form 那么我特别把 这两个carbon上面的ch bond 这四个ch bond 画在这个地方 Alright 那么你来看这个结构 它很有意思 就是它的角度完完全全 就是一个tetrahedral的 一个完美的109.5 所以它没有任何的angle string 而且这个地方我们特别标出来的这个 以这个carbon carbon bond 以这个carbon carbon bond 为一个基准来看的话 当然每一个carbon carbon bond 你去看都是如此 它是一个完美的一个staggered 一个conformation ok 所以它也没有任何的torsional strength 如果你今天把眼睛 从这样子一个方向看过去 ok 你就会看到 今天这个carbon跟这个 这个carbon ok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个地方画出来两个球 代表就是我刚刚标出来那两个carbon 所以你这样子看过去的话 就是非常完美的一个eclipse的conformation 也因此它没有任何的angle string跟torsional string 所以也就让我们了解了 为什么它跟一个 一个没有cyclized的 没有cyclic 不是cyclic结构的这样子的一个structure 没有任何energy上面一些差别 那么现在这个molecule它可以做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说 嗯 它做一点点的这个 的一个运作 ok 不过呢 在这之前呢 让我用这个molecule 给各位看一下好不好 一个实在的model 那赵庆商问我说 这个画系组组管可不可以借到 我今天特别去问 他说可以 那么所以你可以去试试看大家有兴趣 好 现在你看 大家从这个角度就是我 我画在那个投影片上面 大家看 看完美的 是完美的这个 一个staggered 虽然我的model好像已经 经过多年的扭曲 有一点点的twist ok 但是相当漂亮的一个structure 这是一个 一个躺椅 但是呢现在啊 我如果做一件事情 做一些单线的旋转 你看 我可以把它扭成这样 把这边完全变平 看到没有 变成这样 ok 变成这样 但是呢很明显的你看 角度要撑大 第二 Eclipse Eclipse 的问题开始出现 Eclipse 的问题开始出现 这个叫做 Halfchair 这叫做Halfchair 这叫做Halfchair ok 好 那么这个 刚刚说过了 它的torsional的strain 以及它的angle strain angle被撑大 就开始出现 Halfchair是Energy 比较高的 跟这个chair form 来做一个比较 另外还有一个很糟糕的 一个structure 就是这个bulk form ok 刚刚 是一个 Halfchair 大家看到 这个Halfchair 我怎么到达这个Halfchair呢 我是把这边 把这边 拉起来 变平了 对不对 我再往上拉一下 怎么样 就撬到 这样子的一个bulk form 这个bulk form 是很糟糕的一个form 虽然它没有什么angle strain 但是 各位从这个角度看过去 你可以看到这边 你看到它的这个 Eclipse 这Eclipse structure开始出来 而且 你注意到这个地方 这两个氢开始要打架 这两个氢开始要打架 OK 它的凡德瓦尔的半径要重叠 上次有同学都告诉我说 从来没听说过 凡德瓦尔力会有排斥的 是有排斥的 当它的凡德瓦尔半径重叠的时候 电子跟电子之间 是会有排斥的力 OK 这是你必须要学习的 它不能太靠近 OK 所以这个bulk form 是一个很糟糕的状态 但是 molecules 它不是活的 它不是那么笨的 它可以怎么样 有点像刚刚 那个Cyclopentine所做的事情 抓住的两个棒 这样子 这样做一个运作 好不好 这样做一个运作的时候 请各位注意这两个之间的关系 各位看 欸 扭开了 对不对 欸 扭开了 看到吗 好 再来一遍 好 注意 同时注意这两边 这两边 你看 它做这样子的一个调整 是不是可以release掉很多的一些 一些bad interaction alright 看到吗 好不好 你要亲自自己下课的时候过来玩一玩 你看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好不好 但是不可否认 不论如何它去调整 这都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状态 好 so bold form 我特别在这个纸面上 特别的标出来 这个hydrogen 跟hydrogen之间的 这一个bad interaction 所以bold form 的这一个interaction 叫做flagpole interaction 旗杆 很像两个旗杆 顶高的一块 如果你把眼睛从这个角度来看 刚刚我企图让各位的眼睛放到那样的一部位置来看 你会看到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好 特别强调这两边的这一个tortional strength 由于eclipsed interaction 所造成的tortional strength OK 所以我刚刚说过它没有angle strength 它没有angle strength 但是它有非常严重的severe的tortional strength 大家知道这个tortional strength来源在哪里 还再加上这个所谓的flagpole的interaction 使得这个bomb form是一个蛮糟糕的form 所以我刚刚说过它有twist 我刚刚特别的model做了一下这个twist 就是特别把这个bomb跟这个bomb 做一个不同方向的一个扭转 OK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可以看到 对不对 因为不同方向的扭转 这个球翘得比较上面一点 这一边弄得比较低下来 这样子实际上是在 等于在转这两个bomb 所以这个时候你看 这些 这个部分就错开了 对不对 这些都错开来了 都错开来了 都错开来了 OK 它就relief掉了一些tortional strength 一些不是完全的 所以它的tortional strength 它的flagpole interaction 都因为这样子一个twist bolt relief partial 部分 relief掉 partial 是部分的意思 现在我们把它fitting 刚刚我们所看过的这些 重要的特殊的confirmation fitting在这样子的一个energy的 一个profile上面 你可以看到最稳定的就是左右两边 chair的structure 那我们刚刚在实际上在model上面运作给各位看 先把这一个脚撬上来 变成一个halfchair 这边拉平 那你会发现它是一个非常非常high energy的一个confirmation 它跟一个chair 中间的差距是45.2kg per mole 这是蛮大的 非常大的 我们上次说过 你大概11kg per mole 就已经可以造成100比1的一个比例 5.5kg per mole 就是一个10比1 那45.2 那几乎这个halfchair 你要能够看到它不容易的事情 那么你再把它撬上来 变成一个boat的时候 那它比halfchair稍微好一点 但是它仍然 你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30kg per mole 仍然它比一个chair form 要糟糕到这样子的一个程度 那我们把这两个棒twist一下 变成一个twist boat 稍微relief一点 但是仍然比chair高了23kg per mole 然后这边相对应的是什么呢 就是很类似 就是一个镜面的一个对称 这边就是刚刚是撬这边 那现在把这边再撬下去 对就到这 然后再往下一撬 就撬到这里 所以你看这两个 看起来是什么 你看这边尖尖朝下 这边尖尖朝上 这边尖尖朝下 但是另外这边尖尖朝上 看似好像是怎么样 好像是把它转了一个180度 对不对 好像转了一个180度 实际上它没有转 它只把这边撬起来 撬上去 然后这边再撬下来 再撬下去 它所做的事情只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两个chair 就有一个equilibre 有一个equilibre OK 只是这中间最高的barrier是多少 45.2kg per mole 好不好 那么做这样子的一个运作 我们叫它叫做ring flipping 叫做flipping 大家要记得这个特殊的这个名词 这个flip flipping 要特别的注意 这不是一个翻面 不是一个翻面的动作 就是你可以想象它 它是不是这样子做一个翻转 对不对 所以朝下一翻敲上来 它不是一个翻面 不是一个转180度的动作 而是原地在那个方做了一些运动 这样做 这叫ring flipping ring flipping 好 刚刚我们看到chair 它是很独特的 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chair very stable structure 然后有一个very bad structure 就是boat form 那么另外对于这个carbon炭数比较多的这些所谓的hired cycloalkanes 大家看到 从那个energy的那个heat up combustion去看 你注意到从6再到7做strain开始又变高了 主要的原因是通常在这些所谓的hired cycloalkane里面 它大概是没有什么angle strain free of angle strain 因为它蛮大的嘛 所以它可以调整 但是它不可避免就会有一些tortional strain出现 再加上还有一个叫做transannular interaction 什么叫transannular interaction 那我们用下面的这一个cycloalkane 八个碳的这样的一个架构 我们来看 这个octane cycloalkane其实是一个蛮flexible的一个structure 它有很多的confirmation的存在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 我是拿这一个 我们称它为chair chair confirmation 这其实并不它最好的confirmation 我只是拿这个chair chair confirmation 来给各位看到一些bad interaction在哪 它为什么叫chair chair 因为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有一个chair alright 这里又有一个chair 对不对 所以它叫chair chair structure 在这个chair chair的structure里面 你特别来看这个bond 它的周遭的状况 其实这两海最近是eclipse的哦 这个ch跟这个cc也是eclipse哦 这个伸进去的h跟这个cc bond也是eclipse哦 所以它怎么样 它开始有一些tortional strain 它没有办法像这个cyclehexen一样那么完美 而且你注意到这个carmon它有个hydrogen 不可避免是往内伸的 而对面的这个carmon它有个hydrogen往这边伸 就有一点像那个cyclehexen的那个bond form的那个flagpole 所以这样子的interaction是从环的这一端跟另外这一端 看似好像完全不搭嘎的东西 那现在竟然在空间中间 顶到一块儿 这个就叫做transannular annular 有一个周 周环的意思 trans就是反对的方向 所以就从环的这一端跟另外那一端顶到一块儿 这个叫做transannular interaction ok 所以这个地方eclipsed 这个地方有transannular bad interaction的存在 这是在higher cyclehexen 为什么它开始strain变大 原因 那一直要等到它还大大大大大到很大很大的时候 这一个这些bad interaction才可以消除 大家都知道地球是圆的 但是你有感觉到地球是圆的吗 不是很平吗 所以大家都知道当它很大很大的时候 你其实不会觉得它有什么很糟糕的地方 甚至你觉得它是平的 所以回到这个地方 你大概要大到15的话 你就已经很大很大很大 local你去看它其实就 就蛮像是一个没有cyclized的一个东西 ok 好 是 其实我会说flagpole interaction就是一种transannular interaction 只是因为在cyclehexen的bought form里面它很独特 那地方还特别给它一个名字 但是说穿了它是一种transannular interaction 可以吗 所以它就是 就有些时候就是 这个 大家focus其实在cyclehexen 所以 cyclehexen是一个超级稳定的环状结构 也因此你不会太意外 在天然界里面 你会看到很多很多东西 它具有cyclehexen的这样的一个架构 因为它是最稳定的 包括比如说你的胆固臣 你的胆固臣里面就 就好几个cyclehexen的ring fuse在一起 注意到fuse这个字 这个字 对不对 我们谈过fused by cyclic 这样是一个概念 好 现在 我们要 具有这样一个能力 来画好一个好的chair ok 最重要的就是说 你要有一个 一个 一个 稍微的就是在纸面上 你要画的 有点像真的一样 好不好 那有些同学不知道 有什么原因啊 他会觉得 右面那个比较漂亮还是怎么样 他把它画的长长 还是说他家里面 养了一只 这个辣肠狗 就是中间 中间拉的特别长 那我们其实会比较 prefer 是画左边这样的一个结构 这样看起来至少 好像每一个carbon carbon bond 看起来是一样的 对不对 好 所以右边这是一个蛮糟糕的一个价格 另外你要特别的注意就是在这个chair的structure里面有两种非常重要的位置 一个叫做轴位 另外一个叫做赤道位 那么这种所谓的actual hydrogen我们在这一张投影片上面特别的标出来你可以看到上方的就是直直的往上 下面的三个直直的往下 也不要把它画歪好不好 所以他们基本上是一个chairs这样画的时候 你不要去画的vertical的 然后相互之间是paralleled 同时你要注意到 同时你要注意到 因为它是一个stagger的架构 所以 你来看这个ch跟这个ch 它其实是一个anti的一个relationship 所以你这个anti relationship一定要抓好 它才会去像一个真正的结构 把它乱画一通 这个方位扭来扭去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去判断一些事情 所以这个是不是能够画好一个chair 是很重要的 我说过 你没有办法从你的口袋里面拉出来一个model 对不对 所以你必须要在脑袋里面架构一个好的 一个正确的模型 OK 好 这是所谓的equatory 的这个hydrogen 那你可以看到概率好像是在这个周边 total也有六个 total也有六个 概率是horizontal的 就是水平的一个关系位置上面 同时在这个地方你要特别注意 就是这六个hydrogen 你可以大概把它分成为三组 你看这个ch 这个ch 跟这个ch 它基本上是一个平行的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bond 这个bond 跟这个ccbond 它是一个anti的关系 所以你anti的东西你一定是要平行的 你不能把anti的东西 画成是一个错开来的 再怎么样转这个model 你都不可能会发生那样的问题 它平行的就是平行 不管从任何的角度看过来都是如此 然后这个carm-carm-bond 又跟这个ch也是平行的 所以同样这边还有一组 所以你这四个bond 你一定要画到它平行的关系 同样的这里也有四个 这样子一个parallel的关系 也就是anti的关系 还有这四个 所以你必须要把这些equatorial的 这些hydrogen的这个方位 也要能够掌握好 不管你是怎么去画这个 Cyclohexane的架构 好不好 所以呢 让我们再用模型来特别的展示一下 所以你的chair 如果是这样子把它放着的话 你会注意到 这个地方 上面三个直直立在那 下面直直立在那地方 ch 你看在水平的概率水平的位置 这里有六个 好不好 同时你注意到 你看 这两个 琴对 看你从这个角度看 你从这个角度看 它一定 是anti的 它是一个anti的关系 这是这个 这个actual的 上面的那个actual 跟下面的那个actual 那anti的bond 它一定是parallel 你这个anti的关系 你不可能因为你 从不同的位置去看说 我扭开来了 所以你绝对不应该把它画错掉 同时你注意这个水平的 你看这个bond 跟这个b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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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你看它那个anti的关系 好不好 我希望各位可以看到 那个水平的关系 这个水平的关系 不会因为你怎么样扭转它而改变 所以这几个关键的部分 你能够掌握好的话 你就可以画出来一个很正常的 或者我们说一个很正确的 的一个structure OK 我觉得这是一个纸面的model 我们应该要要求一些精准度 好 所以呢 这是给你一个模范 你要回去拿一张纸自己练习一下 你务必要能够画出来 这样子的一个漂亮的chared structure 我说过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一种直立的 它比较挑战一点 所以我特别标出来 这个地方我是用红的 对不对 你要知道这个ch 还有这个cc 还有后面这个cc 还有这个ch 一定要定位好 好不好 定位好 直立在那里面 OK 然后再把其他那些东西 fit进去 好不好 右边这个也是一样 这是关键 我特别提一下 好不好 所以这是给各位 一个模子 各位练习一下 好不好 你不练习 你就会一定搞错 OK 好 给各位一些错误的示范 比如说 这位同学 他是这样画 这位蔡同学 他这样画 你看 看起来 locally 这不错啊 看起来很漂亮 tetrahedral right 但是你看这个问题是什么 方位 这画不对 你看这个棒 我们说过要跟这里要 anty哦 对不对 跟这里要anty啊 结果他扭过来了 错掉了 对不对 他应该怎么样 他应该画在这个位像上面 对不对 这才不失真 这个失真了 locally ok 但是globally去看 他出了问题 你甚至于在文献里面 你会看到一些人画错了 OK 这就一笑大方了 不太好 所以后面这个部分也是如此 看到没有 这个棒 要跟这里 要跟这里要anty的 所以这个地方 应该是这里 所以你考试的时候 你这样一画 我说实在我会 我会说我看不懂 好不好 当然就给你打错了 这个更糟糕 他可能没有来上课 我觉得 这个胡话一通 我不晓得 我完全看不出来 那个ch到底是在actual的位置 还是equatorial的位置 然后他企图解释给我看 那只有他自己看得懂 好吗 这就完全完全违反 就是乱话一通 就是完全没有来上课 我觉得 好 就是无法辨认 那个轴位跟赤道位的问题 这位同学 他有一些前后错乱的问题 怎么讲呢 你看 你看 这个ch在00的遮住后面这个棒 可是后面这个棒 这个ch怎么会凸到前面来呢 对不对 这太诡异了嘛 这个common common棒在后面啊 所以这个就出现了一个前后的错乱 这是不可能的嘛 这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呢 这个 这个要特别注意 那有些同学他会这样的话 这个遮住 这个ch棒 遮住后面的common common棒 就是这个common common棒在后面 那当然他也了解这个 这个在后面 所以他这个ch 我这个地方可能不是很清楚啊 就是 这个前面红的应该是遮住这个蓝的 这个中间的空啊 应该是比较大一点 他是这 画一个线段 然后这边一个线段 那是ok 他的确这个前后没有搞错 但是呢 这个模型 不是我们最常用的模型 也就是说是 现在这个状况啊 就是这个ch 这个ch在前面 这个ch 在后面 在后面 这是ok的 所以你如果是这样看的话 你 你好像是 仰着看 看这个structure structure 在上面 但是我们人习惯是 model 拿在手上是这样看下去 我们习惯是这样看下去 不太习惯是这样看 ok 你这样看 你就会是现在 画在这个右下角 右下角的这种形态的structure 不是不可以 是ok的 但是不太常看到 人家是这样画 好 回到flipping 你知道flipping它有一个 我们了解了 所谓的actual 跟equatorial的 这一个position的时候 你就会注意到 有一个现象 就是 你来看我这个地方 把一个h 标成红色的 那么你做一个flipping的时候 你注意到 这个在上面的是 因为它不是斑面 所以在上面 还是在上面 对不对 它只是个脚翘下去 但是它一旦翘下去的时候 这个跑到哪里 跑到equatorial的位置 h跑到actual的位置 所以你就发生了一个 一个actual跟equatorial的 一个exchange 写在这个上面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actual跟equatorial的 exchange 如果你觉得你看不太出来 没关系 下课 你可以到上面来 玩玩这个structure 或许你可以得到 更清晰的一些概念 我们下课休息一下 非常推荐的各位 非常推荐的各位 就是说 当你觉得在纸面上的模型 你这个 看起来有点困难的时候 那 非常欢迎你到前面来 用那个model来看 可能有些很关键的东西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好不好 所以不要害羞 不要hesitate 你过来真正摸一摸 那个model 你可以有比较好的感觉 每一个人的那个能力 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对于 这些立体的东西的 那个感觉 是需要培养的 好不好 那 同时我强调 我要强调 就是说 纸面的模型 一定要弄得够好 好 这种纸面的表达 要能够 几乎是要能够突出 跳出这个纸面来的 那你就成功了 你才能够真正的了解 未来我们要谈的 很多的一些事情 好吗 这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能力 要能够画好一个 Cyclo accent Chair confirmation 非常的清楚的了解 什么是一个anti的关系 什么是一个anti的关系 你让我想起来 我要说明一下 你知道我们 我们在学任何东西 都从一些很简单的molecule 来谈到复杂的molecule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谈过butane的C2C3 沿着C2C3去看 Newman projection 特别去看它几个重要的confirmation 那你就会看到 这两个假计在完全反对的位置之后 我们有一个特殊的名称叫它 叫anti 对不对 anti 同时在这个地方 你注意到anti的特质声 这个地方是这个bounce 就是一个parallel 但是在反对的方向 那你可以注意到 这个其实也有一个anti的关系 对不对 在这一对上 这里也有一个anti的关系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结构里面 你要抓到那个anti 我们在谈什么 什么关系 而到了一个cycle accent的时候 我们就要开始用到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对不对 我们刚刚说 这个CH跟这个CH 是一个anti的关系 那你就要能够 拉回来到这样子的一个 基础的结构里面去了解 什么是anti的关系 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不好 所以那些名词你要掌握好 什么是eclipse 什么是stagger 那几个英文的名词 你必须要熟悉 什么是一个gulch 等一下我们就要谈到gulch 好不好 好 同时你要注意到 当我们在谈一个butane的时候 这是一个 两个相邻的碳上面的取代 及相互之间的作用 对于一个trans amular的 一个interaction是什么 是这样一个周环 看似好像环的这一段跟这一段 这两个碳 好像风马牛不相及 但是因为它被锁在一个环里面 而这个环够小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confirmation 它有个亲自身在里面的 那你就注意到这两个hydrate 开始打架 它的凡德瓦尔半径开始重叠 OK 这就叫做trans annular interaction 注意到这个字的组合 trans反对的annular是一个周环 这一个周环的这一端跟另外一端的 两个亲之间的一个打架 刚刚有同学说 black hole interaction 跟trans annular interaction之间的 差异在哪里 那实际上 因为cyclohexene太独特了 以至于我们给了它一个很特定的 一个名称去描述它的那一个 trans annular interaction 好不好 好 这是因为凸显它的一个独特性 好 这个 好 那么我们再回来 我们刚刚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这个actual equatorial exchange 你做一个这样子一个flipping的动作的时候 我不晓得刚刚到前面来玩这个model的同学 有没有特别的去看到这一点 那 让我用这个模型 给各位看一下 我用一个蓝的一个绿的并没有任何的政治意味 ok 所以各位不要在这个很敏感的时候 有任何的联想 那 你可以看到这一个chair的structure 这个绿色的 绿色的现在是在equatorial 蓝色的是在actual 但是我做了一个flipping 的一个动作的时候 诶 你看 绿色翘到上面来了 变成actual了 蓝色跑到equatorial 这就是一个flipping 我并没有这样子转 我不是这样转 我也没有这样把它翻面 对不对 ok 我并没有这样翻面 所以呢 再来一遍 这边翘上来 这边翘下去 当然在翘的过程中间经过一些twist 经过一些这个halfchair 经过boat twistboat whatever 但总是它都会跳到另外一边去 我们的绿跟蓝 所谓的actual equatorial的位置 就要exchange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了解 就是这个flipping的动作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有了这样了解以后 我们现在要开始看更复杂的 有取代的cyclohexane ok 好 我们来看 methyl的cyclohexane 就是现在有一个甲基 那么这个甲基 因为我们刚刚说过 我们透过flipping 所以现在我这个confirmation 是把甲基放在actual的位置 经过一个flipping的动作 甲基跑到equatorial的位置 很明显的 我相信各位可以看出来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 这个结构 对不对 不同的confirmation 什么叫confirmation 我可以抓一个同学来问的 下你一下 ok 什么是 什么是 confirmation 由于单件单件的旋转 而造成的结构差异 对不对 所以不要忘了这个flipping 所造成这两个结构 是一个confi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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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isomerism 那么现在你要注意到 这个平衡符号 上面的这个键号 是画的比较大 对不对 代表了平衡是偏到右边这个结构的 那么甲基会比较喜欢在一个equatorial位置 因为它是比较stable stable多少 7.6q job per mole 当然你要问说 为什么它比较stable 对不对 不能就是老是说这样 我就背下来管它的 所以 为什么actual position不好呢 对不对 为什么equatorial position那么棒呢 最主要 我们拿这个 在actual position的 这一个confirmation 我们来看 你会看到 这个stable 它顶在那边的时候 它跟在三 在一个 这个E3的关系上面 如果这是一个 Carmen 1的话 这是Carmen 3 对不对 往这边数 这是1 2 3 所以我们说这个E3 是E3的关系 这个E3的关系 那 在那个3的一个相对关系上面 伸出来的actual hydrogen 跟这个甲基 太过于接近 不要忘了 我现在用的是一个CH3来画 你可以把那每一个CH键 一件画出来还得了 对不对 从这个Carmen 这个地方 你不要忘了这个地方 有个Carmen hydrogen bond 在这里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 它非常接近 对不对 它有一个暴风半径在那里 你转起来 你知道那个single bond 在转的 那个method group 在那里一直转 OK 整个围出来的那个势力范围 不是这样写一个CH3 不太那么简单 OK 所以有一个很糟糕的一个Bad interaction 在里面 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名称 很多同学记不下来这个名字 这个叫做E3 die actual interaction 这一定要记下来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好不好 E3代表它相对的关系 那两个Carmen 相对的关系 不是一个IUPAC的命名法则 不要搞错了 好不好 Di actual代表 这个CH3跟那个CH 大家都在actual的位置 所以是一个Di actual的interaction OK 所以这是一个relative relationship 所以我特别用一个球来表现 我另外一个球应该其实画大一点 总而言之 有一个轴位的相互排斥 因为轴位 相互之间 比较接近 也因此呢 大的取代机 它在一个赤道的位置 会比较好的 当然你会觉得说 你觉得为什么赤道位比较好一点 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 用这个Newman projection来看 这个Newman projection 那我们是这个 是从这个角度看过去 好不好 我的眼睛从这个角度这样看过去 那你就看到 这个Carbon 就是右边这个圈圈 左边的这个Carbon 就是左边这个圈圈 好不好 这个相对的关系 所以你这个前面这个是翘下来的 尖尖朝下 后面的这个是尖尖朝上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Directual interaction Right 大家都伸在上面 但是再仔细一看 哎呀 你看我这个地方 描了黑黑的 就是 回想一下 回想一下 那一个Butane的Galch confirmation 注意一下 Butane的那个Galch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对不对 那两个CH3 对不对 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刚刚我画的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Butane的Anti confirmation 但是回想一下Butane的Galch 不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糟糕的状况吗 一个Butane的Galch是多少 3.8 这个地方有两个Butane的Galch 看看 这里又是一个Butane的Galch OK 所以这基本上是Butane的Galch 你要回去 OK 其实你不用回去 我直接帮你把他拉过来 看看 回忆一下 什么是一个Galch interaction 我说过 那是很重要的一个认识 这两个甲基太接近 对不对 这固然不是一个甲基 但是 它是一个CH2很像 对不对 这就叫做一个Butane的Galch 一个Butane的Galch 是多少 3.8 我们刚刚说过 那个equatorial跟actual的差别是多少 7.6 哎 3.8乘2等于多少 各位 7.6 OK 就是有两个Butane的Galch 所以这个 你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哎 这个1.3 diatron interaction 它其实就是这一种形态的一个Galch的Interaction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些简单的molecule 它的conformation 其实是很重要的 它允含了很多的重要的资讯 所以3.8乘2 所以3.8乘2 两个Butane的Galch OK 但是 就是一旦甲基跑到equatorial 它就变成 你看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Butane的Anti 对不对 就跑到Anti了 这个Anti的 它的Butane Galch不见了 对不对 就掉下来 Energy掉下来 它这equatorial是比较好的 好吗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认知 这是很重要的认知 OK 这是为什么equatorial的位置 是比actual的位置 要来得好的 所以 各位 要注意到这个名称 E3 diatron interaction 你绝对必须要记得这个名称 你在描述 任何Bad interaction的时候 你一定要用到这个keyword 好不好 所以这是给你做一个相对的比较 什么是一个Anti的Butane Butane的Anti confirmation 我刚刚也画在这个K板上 如果现在不是一个CH3 而是一个Tert butyl group Tertiary的butyl group 各位应该很清楚知道 什么是一个Tert butyl group OK 这一回我把那个CC棒 都把它画出来 还得了 对不对 好大的一个家伙 可以想象 这1-3 diatron interaction Even worse 所以他怎么样 他prefer跑到equatorial位置 让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线段的方式 来描述他 看到右边这个结构 看起来就好像一个船的毛一样 所以这个TL group 你要知道 他在那个地方 他 因为他很大 那个Ban interaction很糟糕 他刚刚是7.6 对不对一个甲基 现在一个Tert butyl group 你知道他会使得 这个两个Energy difference actual跟equatorial 差到21K per mole 11再讲一遍 11 Delta G等于4RT Long K 对不对 Fitting进去 我不晓得你 我回去算了 5.5是10比1 对不对 21是多少 10的四次方 对不对 不得了的 他简直就好像是一个毛 把整个confirmation锁在 这一个特定的chair confirmation OK 因为这个Turbulable非常非常地大 他基本上就把它锁定了 你几乎可以这样讲 OK 所以你大概只能够看到 这个confirmation的存在 OK 好 现在我们从单取代 我们来看到 双取代Cyclopalcans 那当然我一开始的时候说过 很抱歉 我在这个Wirely Plus上面 我弄了一个题目 我没有想到后面 还有几个选择题 但是大家太厉害了 这个题目都可以做对 很多同学 好 我们来看 当它是一个双取代 我们用Cyclopalentine 因为它是一个环 反正环 OK 它的探探剑 没有办法把它打断 那现在就会 这两个 在一个one two dimethyl的Cyclopalentine 在名称上面 IUPAC 名称上面 这两个甲基相对于这个环 就有一种 在空间中安排的关系出现 一个是两个甲基在环的同一边 另外在右边的这一个 两个甲基在环的相反的方位上面 而且是没有办法透过简单的单件 单件的旋转 来改变它们之间的关系 你唯一能做的事情 就是把中间的Cyclopalentine 把这个棒切断了 然后再重新转一下把它接回去 你才有机会把这两个结构互变 那当然当然知道不是一件困难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好 先在名称上面 我们当然必须要区别这两个 应该可以称它是Ego 对不对 是一个结构的Ego 应该是这个 不能说它是一个结构的Ego 在结构上是一样的 只是它这些取代机在空间中的方位是不一样的 所以为了要说明这两个甲基 这两个取代机在空间中的方位的关系 所以我们用Sys跟Trans的这个名词 要注意到这个Sys跟Trans 是用斜体词 然后后面有个Dash 有个Dash 所以左边这个叫做Sys的Dash One two dash Diamethyl Cyclopentine 右边这个叫Trans Trans是反式 Sys Sys是顺势 这样我们就可以区别这两个结构的差别 所以这两个结构是什么关系呢 它是叫做立体译购物 Stereo Isomers 我以前说过 Stereo有一个立体的关系 意义在 Stereo Hi-Fi 立体音响 所以Stereo Isomers 中文翻译叫做立体译购物 同样的结构 但是是这些取代机 在空间中的这些安排是不一样 它所有在结构上面的性质都是一样 中间不用空格 中间不用空格 这个只有Dash 没有空格 注意到 这个1跟2中间这是没有空格的 但是有一个斗点 这个地方有个Dash Dash后面也没有空格 都是连在一起 然后这个Di跟Method之间没有空格 Method跟Cycle 这个L跟C之间也没有空格 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字 好不好 OK 好 所以这是立体译购物 它的意义是这样 那刚刚您说过 它这个相互的一个转换是不可能的 除非你把这些Sigma bound都打断 OK 好 那当然 刚刚我们只是看一个粗浅的一个结构上面 在空间中安排不一样 但是呢 它也有 比如说在一个Cycle Hexane 里面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些Conformation的问题 现在我们来特别看看这些Di Substitute Cycle Hexane 比如说 这两个 1,4,DiMethod Cycle Hexane OK 一个是Sys 一个是Trans 我们以一个平面的方式画出来的话 很单纯的我们可以看出来 一个顺时跟反式的关系 现在这个环 是把它画成平面 放在纸面上 所以呢 描黑的这个气形 这个所谓的Solid Wedge 是 翘在各位这一面 这个呢 一个是翘在各位这一面 一个是伸在后面 这个意义是这样 所以很明显的 左边这是一个Sys 右边这是一个Trans的关系 好不好 这是首先就一个平面的结构 我们的表达方式 各位要能够理解 那我们拿Trans的1,4,DiMethod Cycle Hexane 来做一个例子 我们来看它的Conformation 好不好 你要怎么做 先画出一个很漂亮的 标准的Cycle Hexane的Chair OK 先不要把取代机放上去 Alright 好 所以你Chair 一定要先画好 好 放一个假机 先放进去 管它的 你爱放在Equatorial 就放在Equatorial 我们爱放在Actual 就放在Actual 好不好 我就故意的 我怎么样 我就爱 我就把它放在Actual的位置 好不好 我先画出来一个再说 OK 好 我把这个假机放在Actual的位置 那么因为是Trans 这个假机放在 上面的那一个面的话 那我现在要把另外一个假机 放到那个4的位置的话 好不好 我一定要怎么 放在下面那一面 才会是一个Trans 对不对 OK 所以一定放在这个位置 OK 好 Confirmation就出来了 好不好 所以你看这两个假机都在Actual的位置 这好吗 这不好 你知道 7.6再乘2 对不对 7.6再乘2 所以怎么样 它可以逃掉这个不好的Confirmation 对不对 做一些Single Bond Rotation 做一个Ring Flipping Actual跑到Equatorial去了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 右边那个跑到Equatorial 左边那个也跑到Equatorial 但是你要注意到 这个假机仍然在上面 对不对 这是在上面的 它并没有跑到下面 它不是翻面 这在下面 仍然在下面 好不好 这个Equatorial跟Actual 仍然有一个上下的关系在 但是呢 永远我会觉得Actual的Bounce 它当然是比较容易认出来 它的上下关系 Equatorial可能比较 有一点点麻烦 对不对 对于某些同学好像 你可能没有办法区别 它到底在上面 还是在下面 那一关系 看看另外那个 那个在Actual的Bounce 所以你就可以很清楚 那两个亲是在反对关系 那那两个假机一定在反对的关系 没有错 所以你就从一个Directual的关系 跑到一个Directual的关系 所以Directual它当然有 有非常糟糕的一个 我这个地方应该是1,3 好不好 大家改一下 不是1,4 Directual 那其实 好吧 我这个地方1,4 其实指这个1跟4 Position的 这个Method是在Directual 好吧 但是它有Directual的Interaction 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这是一个1,4 Directual 好不好 所以这个1,4是指的 它那个IUPAC的那个名称 OK 所以它有一个Directual的Conformation 有一个Directual的Conformation 那1,4 Directual 是比较Stable的Conformation 好 现在我们要练习一下 好不好 刚刚说过你SysTrans 一定要能够认得出来 好 你来看看这个到底是Sys还是Trans Sys 认为他是Trans的人举手 认为他是Sys的人举手 你看太厉害了各位 各位都已经成为专家了 我说过 认不出来 看一看在轴式 清跟绿在反对边 所以这绿跟绿之间当然一定是在同边 所以他是一个Sys All right 这个就不用卖官司了 对不对 看到两个 两个清在同边 当然两个绿也在同边 OK 他也是一个Sys OK 这个呢 两个清在反对边 所以两个绿也一定在反对边 所以他是Trans 你看 So easy All right 好 好 所以 你这个 要有这个能力去认这些结构 好 你要认得出来这个Equatorial Structure Actual Equatorial Position 跟Actual Position 好 我们来看看Sys 1,4-Diamethyl Cyclohexag 好 这是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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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假机 Fore Position有个假机 对不对 但是他是Sys 对不对 所以如果按照刚刚的方式 我们先放进去Equatorial 一个假机的话 你知道它在上面 那你另外一个就一定也要放在上面 因为它是Sys 对不对 所以不可避免 你这个假机一定跑到Actual的位置 这个地方你一开始即使你从Equatorial 你这个假机也必须放到Actual 这才会是符合一个Sys 好吧 所以这就是一个 我们叫它叫Equatorial Actual 好 好 那你说好 有一个在Actual 我们Flip一下 OK 好啊 一Flip 对不对 这个假机就跑到Equatorial 但是各位很不幸的 另外一边呢 原来在Equatorial 翘到Actual 这两个结构有什么差别吗 就好像中间有个镜子对应 结构基本上一模一样 OK 或者你也可以这样做 你转一个180度 你会发现这一模一样结构 所以在能量上一模一样 Delta G 这个平衡方式Delta G是多少 Zero 因为左边跟右边的Energy 完全一样Zero 所以我现在画的平衡符号 是一个一模等长的 等长的 OK 所以Equatorial Actual Or Actual Equatorial 没有特别差别 除非这两个取代机是不一样 一大一小 那你会说大的要放在哪里 当然在Equatorial 对不对 大的在Electual的话 那个1-3-Directual Interaction 会比较糟糕 对不对 这应该是很容易去 去做一个区别啊 是不是 我们今天要能够 从简单的要能够想到复杂的 你要能够去做判断 不是把所有的题目做光光你才会 你学了几个简单 你马上就可以运用到一些复杂的体系 这才是正确的啊 你观念才抓到 OK 所以同样的structure 同样的anage 我们来看 Sys的1-3 刚刚是1-4 是不是所有的Sys 都是Equatorial Actual 不是 我们来看看 Sys的1-3 它是这两个comformation 如果你一开始的时候就挑 这个甲基在Equatorial 那你另外那个在三位的 也必须要在上面 你会发现它也在Equatorial OK 你做一个ring flip 两个都翘到actual 都还是在上面 对不对 很明显的可以看到 当然这个比较好啊 这个Di-actual 很糟糕啊 对不对 而且现在你要注意到 现在这可不是个普通的Golch 这个位置上面有一个CH3 两个CH3在打架 刚刚是一个CH3跟那个Hydrogen 小小的Hydrogen 现在是两个大大的甲基都要打架了 得了 那个Energy difference 更大 OK 所以是Di-Equatorial more stable 所以你可以看到 Sys的1-3 在Method Cycle 它是Di-Equatorial 和Di-actual的互别 但是在Sys1-4 它是Equatorial Actual 位置 相对位置变了以后 不是绝对的喔 你不要去背任何的东西 你要直接画出来自己做判断 你去背这个东西没有意义的 背一背你很容易就被我骗掉了 好不好 你现在忘掉了 OK 所以你要真正的掌握了 这个Confirmation的这些精神 你才能够去处理所有的这些东西 好不好 就是这个地方特别标出来 你看这个地方特别强调 你看这个地方 这个Underware的半径冲叠得非常严重 你如果用那个RASMod 那个小软体 你用那个Space Filling去看 不得了 应该是很糟糕才对 OK 我不晓得有 你可不可以抓到那个PDP档 好 我们再来看 Bicyclic 跟Polycyclic Structure OK 越来往越复杂的方向来看 你看这个Decalink 这个叫Decalink Total 十个碳 所以它叫做Decalink Decalink 是一个俗名 两个六元环Fuse在一起 你可以称它是一个Bicyclic 440 的Decan OK Decalink 各位 我们这样的话看起来好像很简单 实际上你要注意到 它也有所谓的寸式反式的Ego 为什么会有寸式反式的Ego 因为你要特别去看那个所谓的Bridge Head Carb 上面的Hydrate 这两个Hydrate你可以在同边 可以在反边 也就会造成结构上的Ego 好 很久很久以前 我有一个大学部 我们换学系的这个大四 大四 专辑生一直到大四 才发现 Decalink 竟然还有算是反式的Ego 那我要特别强调 像这样的一个Structure 在天然物里面是常见到的 那个Steroid 这些 类固存的结构里面 它不只是两个环 两个六环 还有另外一个六环 Fiebus在上面 还加上一个五环 总共有四个环 连在一块 以后我们有机会看到 这个Steroid 它们结构的 包括你的胆固存 那么 现在 我画的是一个Sys 就是这个Bridge Head 这两个Hydrate在同边 有些时候你会发现 它就用一个圆圆的点 点在那个地方 而认得这个表示方法 这样就代表 那个氢是伸出来的 这是顺势 另外还有一个Transit的Datling 你就注意到那个Bridge Head 那两个Hydrate 一个在下面 一个在上面 对不对 一个是Dashed Wedge 一个是Solid Wedge 好 所以这两个结构 很明显的是不一样的结构 是不一样的结构 各位 那么现在 又给各位一点点的练习 如果你有兴趣 这个不强迫 这比较困难 好不好 这是给各位参考一下 所以你可以 我特别的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这个Sys Sys它不可避免的 因为它是顺势的结构 所以那两个Hydrogen OK 它 一个在Equatorial 另外一个就是在Actual 或者你 你从这个Carmic-Carmic-Bound的角度 一个在Actual 另外一个不可避免 一个定在Equatorial 因为它是顺势的关系 所以呢 它虽然都是以一个Chair的方式Fuse在一起 但是不可避免的你 以这一个 你以这一个Chair来看 你以这个Chair来看 你另外一个环 其中有一个键 有一點會在它的 actual 位置 所以這會是一個比較不穩定的結構 我應該說能量比較高一點的 怎麼講呢 去跟 trance trance 的那兩個 chair 你看 很漂亮的融合在一塊 非常漂亮的融合在一塊 它的這兩個棒 這兩個棒 你看 跟另外這個 chair 還比較 都在 equatorial 的位置 因為它是一個 one-two 的 trance 的關係 所以它可以放在 equatorial 的位置 所以你看 相互之間沒有那個 bad gulch interaction 或是 one-three-dial interaction OK 你甚至於可以用那個 有多少個 gulch 你就可以算出來 這個 trans-stackling 跟 s-stackling 中間的 energy difference 你絕對不會太意外 另外 trans-stackling 是一個比較 stable structure 所以你今天 回到你的 steroid 結構去看 我告訴你 steroid 是一個 trans prefers trans 我再一度說過 thermal dynamics 對於 nature 它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不會太意外 為什麼我們那些膽固存 這個 structure 三個六元環彈的地方 fuse 在一起 全部都是類似像這樣子 一個平平的東西 OK 不是沒有原因的 這個 你知道 nature是很清楚 很清楚的知道這些 chared confirmation 是很棒的 很清楚的要避開這些 one-three-dial interaction 那我們怎麼可以不知道呢 我們要從天然去 天然結構裡面去學習這些東西 另外一些有意思的一些 polycyclic structure 給我們看看 這個畫圖 你看 OK 你可以看到好多六元環連在一塊 這叫做admantine admantine 各位不用背 這只是給各位看一看一些有趣的結構 好不好 它的中文名稱很有意思 叫金剛碗 你去看你的鑽石 你的鑽石的結構 其實就是把這個金剛碗的結構 往三度的空間延伸出去 所以那個鑽石其實是很漂亮的結構的 admantine 這個地方hydrogen沒有畫出來 這每一個都是一個很漂亮的 一個tetrahedral的結構 很漂亮的tetrahedral的結構 非常對稱的一個structure 各位 我可以問你說 這個上面有幾種不同的hydrogen OK 我其實可以問各位這樣一個問題 好嗎 你要有很好的概念 才能夠回答這樣子的問題 OK 我給你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個結構 你可能比較容易看得出來 它到底有幾種不同的hydrogen OK 回去想想看這個structure 非常漂亮的結構 叫金剛碗 OK 以這個方式三度空間延伸出去 就變成diamond OK OK 那麼graphine現在很熱門的一個結構 實際上就是大家知道 從那個石墨上面撥下來的單層 我這個地方畫了三層 給各位看三層graphine連在一塊 那我們在普畫的時候說過 每一個carm sp2 hybridization 它另外有很多的p 成為一個highly delocalized system 很好的導體 OK 層面跟層面之間可以有一些interaction 所以再擴張出去就變成一個graphite 石墨 每一層之間有weak pi-pi interaction OK 你看這個像菱形 這個菱形碗 叫prisman prisman OK 這個 這個可以存在的化合物 是人家合成出來過的 就像cuban 你可以問我說cuban有不穩定 我告訴你 它這個穩定可以被分離出來 但是人家做cuban有什麼興趣呢 再加上一些nitro group 你可以向美國的這個 國防部申請經費 為什麼 它至少它的proposal 這樣說這個是很好的high energy molecule 是很好的炸藥 OK 這些high energy molecule 我必須承認 好不好 看這個cyclopropane 那些angle strain 太得了 OK 有意思的molecule 只是各位 你要能夠突破你過去的一些 對於這些分子的認知 這些當然不是天然物 非天然物 你要知道 化學家是一種很奇特的動物 他們對於合成 合成一些很奇怪的分子 有一種執著 OK 他們就是要去挑戰這個不可能 OK 挑戰這個天然界裡面沒有的structure OK 你看這個prisman 你看這個cuban 它是一些俗名 你看它是一些俗名 OK prism 或者是cube 後面加上一個ane的結尾 OK 正式念體的丸有沒有被 好 那這個 其實有一些很有具體的結果 我們沒有時間 特別跟大家談 好不好 那 很快的看一下這個反應 Lcan的一些反應 但是這不是我們這個章節的 這個重點 所以我們看一看 以後這些反應我們不會學到 所以看一看 你不需要 我考試不會考你 所以基本上 非常的innert 不是 活性不是很高 因為非常強的 碳氮間接 碳氫間接 不是那麼容易被破壞 OK 它常常也被 有另外一個名稱來稱這些Lcan 叫 paraffin 所以大家瞭解 paraffin是什麼東西 其實是半指這些丸類的 這個 的一個俗名 好不好 也因為它非常innert 所以它是很不錯的solvent 因為你的溶劑 希望是不會跟 隨便跟人家作用的嘛 對不對 一個溶劑都會跟你的溶質 隨便做 這不是很好的溶劑嗎 不會 對不對 所以它是一個好的solvent 但是很不幸的就是說 它的急性太低 所以 你如果從 它可以溶掉什麼東西 的角度來看 它不是很好的溶劑 因為它溶不了太多的東西 尤其是各位 對不對 你研究這些蛋白質 它要真的融在黑線裡面笑死了 不太可能的事情 不太融的 好 另外燃燒是各位很熟悉的 大家都很會去平衡 但是你說燃燒怎麼發生呢 以後等下我們談了一些 自由激化學的時候 你大概就會 好不好 所以這我們不要多談 魯化 這也是一個後面 我們會談到反應 這是一種取代反應 比如說拿甲烷 跟氯氣 加加熱 或者照照光 也可以得到一個氯化甲烷 lethal chloride 或者是chloromethan 看一看就好 我們下面有章節 談到這樣的形態的反應 所以你不需要在這個階段 把它背下來 所以後面那個習題我也沒勾 我甚至不建議各位 特別看那樣的題目 OK 好 那麼我們今天就 這個 結束這個章節 不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